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答的話 我很怕答回所問 因為很坦白來說 我已經活到那麼老 應該很坦白的說回來 现在想起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想起从今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最早恐怕是在我师傅来学的时候 就从小一看到自然的存在那种变化 充满了惊慌之情 那种心情 我觉得是我有的东西 但又好像是外面给我的 不清楚 蛮冲突蛮自然 但是力量很强 就这样长大 我觉得那个力量是蛮厉害的 到了17、18的时候就很会读书 我国中就很会读书 我读国中可以写5000字的小说 所以17、18读了很多书 都读很多哲学 什么艺术干的、数学史什么都不能读的 哲学对我印象最深 不是因为那个道理 是因为我怎么想象当中 好像哲学里面讲的东西比较广大、深远 如此而已 今天道理理论我不懂的 虽然是这样子 那种早期的感觉和我遭遇的事情 我觉得差距太大 谈不到合伙我的理想 谈不到合伙我的理想 就想到这啥 一直到27岁 什么时候 这种改变一直到 34岁 我赌个那些书有无用 我赌个那些书有无用 我知道文明里面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哲学 我可以进入里面去做了 我可以做哲学里面的真正的工作了 避免了自杀 避免了自杀 就这三个 直接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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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拖拖到七十岁 到了七十岁 我觉得我应该放弃这些 因为它到底是 好像知识的理论的思考的东西 离的那个 推动你去做这些事情的那个 力量生命 我们说生命的 对不对 那个差距很大很大 所以我一首诗写 哲学失货终生的枷锁 七十岁的悲哀 想放弃哲学 放弃哲学 放弃哲学我会 在生命里面做得更好一点 结果发现是错的 哲学也是我做出来的 所以 假如把 哲学当作理想停止的话 那和生命停止是一样的 所以 七十岁到八十岁是 复杂度 远比从前 哲学体验的理论还满 因为那个是 生命和这个也混到一起 那我就 到快 八十岁了 写一本 我每十年会写一本生命的书 就是 见到自己 七十岁以后 就是 纯粹十境内的书 那里面他要包挂 十年 到最后 到最后就 那要感谢我们李大使 他还努力 他一直不是他自己去走 努力啊 但是他多半是在这个 哲学 宗教范围里面 概念性太多 所以我觉得 我也放弃的哲学 可以放弃的话 那就不是最好的哲学 因为在我那时候后来发现 真正的哲学 你不和真正的生命挂钩 对自然和生命没有 彻底感触的能力 都不是彻底的哲学 所以我也不敢停止 也不敢从这些停止下来 对不对 一直脱脱到进去 最近就是因为我们李大使 给我很多的一个 讯息 又把哲学 继续下去了 那个哲学就和 生命更密切 是我当初讲的 哲学不和生命相关 不是彻底的哲学 你对生命和自然没有彻底 你改出能力 你彻底的哲学也圆的 你的生命更圆的 怎么样把它结合到一起 我现在还是很困扰 我觉得比较好了 没有哲学停不停 只有生命停不停 在你生命里面 有些东西是理想的停了 就是你的生命停止了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了 不可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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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停到这儿 就停一下 这样就要死了 我今天要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整理的资料 讲讲真话 是整理我和整个人类文明 九千年的资料 这是等于回答这个问题 并没有说哲学怎么开始去做 什么时候 什么人 什么程度去做 没有这个东西 真正问题是说 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资料怎么活的 只要让我可以把这些 每天的生活可以摆开 就赌哲学了 算了 那这个就放开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大小 没有 基本上 因为我现在的八十岁 实际来说 只有生活问题 不是哲学问题 这些是个外在的客观 什么道理都可以讲 所以网络什么都可以有 没有关系 问题是说 你怎样去接受这些讯息 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客观状况如何 叫你如何 是 所以你假如看外在的 那就 没有什么 可以当作一个中心性的东西去做 没有 今天小朋友 我们看得很清楚 说起来 我总觉得年轻人都没有错 教他的人和他是一样长大的 你 年轻人抱怨教你的人 你父母也好 治长也好 他是和你一样差不多长大的 假如五六岁 六七岁当然另外一回事 假如四五岁 都是一个世界 没有那么大那么小 没有 问题是你遭遇这些事情了 你以什么态度去对付他 这个太难了 那个是真正折叠问题 你说你随便采取外面 这个是对的 那就没话好讲 那个是错的 你要批评那也没话讲 但这样人类到今天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你怎么指出来那个是错的 你怎么指出来那个是对的 不是他对错如何 你怎么指出来的呢 这个才是问题的 结果我觉得那个 也不是早晚大小年龄什么 统统不是的 有一些根本的问题 大家迷失掉了 就从我们那个问题里面 一到两分钱 没有人管二分 所以我一些研究都不费 没有人管那个 原始分明 所以我再去研究 西方现代的人 业艺术 他们真的很伟大 大家不晓得他伟大的 绿色男 当时去做的人 他追求他也不知道 他是靠了一种冲动去 这个欧洲人怎么考的 我们科学这样发达 基督教也推翻了 贵族也推翻了 科学给我们 广大的空间 天空学生学 那么好的东西 突然发现 没有生活的 欧洲人 突然发现他没有感觉的 这是很重要很伟大 对人类来很伟大的事 我今天就会讲到这件事 假如你现在的人 没有办法像阴阳派时代的人 从那个浪漫时期 或者从唯一复仙 麦克兰基罗 到古典 这个 一直到塞上 你完全没有弄清楚 你就不知道 你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 你怎么对待他 你没办法对待的 不知道如何去对待 因为现在就发展这个现作太大了 我云端也出版了 上上下下下 通通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东西 通通是虚实的 你说叫现在的人怎么去有一个 有一个自身体费 有一个entity 一样的东西 去主动的对付 这个基金屋是不可能的 只是像我这种傻傻子 这些做一辈子 艺术做一辈子 觉得更加提供一点点可能 是艺术不是哲学 结果那个艺术根本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艺术 真正的艺术 是在那个人还不懂艺术的时候 他才是艺术 因为什么 他有生活 他有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两点都不办 每个人都懂得看到自然 那有什么用 你上面有一个长官 独裁国家有皇帝 你的公司里面有老板 是不是 你的学术里面有权威 都把那些人学习的都压死掉了 这什么文明啊 你说叫人 现在人 我按照自然的态度过那种傻瓜的人 那么执着到底的人 真是很了不起啊 不管你 文明通通取消 从儿童开始 但是我觉得 好伟大 好可怜 你不要说叫大人 从儿童开始 你连叫儿童 从儿童开始 都已经不可能了 假如还有一点点可能 我看都是艺术 做这个结论的人是盲着人 到现在大家不了解 所以我才花了几十年时间 写这个西方的艺术 我知道比职业还伟大 因为职业是靠思考 靠推演 这是用你身体功能的一部分 艺术不是 艺术是感觉 感觉到人全部 但大家现在已经不懂这件事情 我们那个身体已经被 都被分尸掉了 听的归听 看的归看 冲动更不要讲 片片断断 零零碎碎 你怎么知道有一个身体 这才是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 都不是这些问题的 都是艺术问题 因为艺术是从感觉开始的 这是能感觉 不是文字以后的文明人以后的 通通逝出 你想想看 我们一想到 什么巴大家 是不是 一想到什么 清朝画家 也是巴大家 一想到什么 就是 就是有任何权威的地方 就是都市文明分红了 有了权威的 政治权威 经济权威 咨询权威 各种权威 有了这些东西 只有技术 没有感觉 就是人类都更加满足 结果我想了想去 还是靠艺术 火车会画 三四四年 写一本不可以 王军还没写出来 其实就是难 最难写的 就是大 都四五十年 所以 艺术东文字也是同样的 也好 非常简单 非常根本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告诉你的 你先看一看你四周的环境吧 太阳一下出来了 一下发风 一下下雨 一下寒流 你的亲人 你的四周 就是这一世的 假如这一世 你没有办法按照自然的方式 我说自然的方式 去感触的时候 通通是唯明给你的 你一生下来 那个条纹一条一条都摆在那边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那样子 你不可以什么那种 通通是这个东西 是 所以 当我们被 唯明的教条 很简单 所有的唯明 最好的唯明还是一样 被唯明的教条 被唯明的社会规范 流行 技术 一天他妈头脑里面塞 我觉得年轻人好可怜 他妈很快的 我们只好同学他 每天只祖门几遍教科书 这怎么得了呢 但你怎么叫他去按照自然的方式去感触 是不是要像杜布菲那样 我不管你 什么都要消除 不用土地 从头来 否则的话 你说他有没有方法 叫他怎样 看起来是没有方法 我每天和年轻人在一起 没有方法 唯一的方法是说 我有没有办法 我自身 用比较自然的态度 和他沟通 交往 假如我这样子的意思 有几个同学啊老师啊 和我意见相同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鼓舞 我这样做 他也会那样子做 我说你不要再想什么英雄时代 什么危险时代 没有的 那已经过去 每个人都是错误的英雄 遍天下都错误应用的时候 你也不要再有英雄的观念 想要你做的时候有功德 有结果 有理想 大道 做不到 很小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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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承认 我从来也是 逃避社会的自闭症中 一碰到外面以后 我就没有办法 二也好 只有我好可怕 这样 到这几年来 因为碰到很多很好的同学 他们有的跟我十几年 二十年三千四十年 我才慢慢慢慢变 我会和四周的人多通街图 或者再有个外层一点的人街图 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 应该就有了 假如没有效果的时候 北大网友会找到我 假如没有效果的话 为什么 我从北大网友回来 很多媒体都跑来找我 这个社会 所以人类也是很巧妙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种事情 我必须要 最后我必须要提起一个意见 就是 人类不可能再有英雄时代 不可能再有 任何独尊的 那种维权的时代 现在虽然大都在骂维权 我告诉你 骂维权的人 他就是很悲权 因为他就是不知道 所以如果您看起来 最早的皇帝当然很不好 要可怜他 他先把他自身的自然生命杀掉 他变成代表了 他变成代表了上帝 天之子 然后立了法律 把所有的人的自然人也杀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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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真正以哲学 具有生命技术方法 过程了解这些全部的事 是吧 那艺术对我来说等于是说 人类是不是可以不要再进行这种 为民的杀戮时代 很可怕 所以 不得已我们要有博物馆 要有一些威权的东西 一些组织性的东西 没有关系 电脑什么通通没有文明 但通通其实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关系 是操作这些事情的人 人的态度才是根本 那些人需要受哲学教育 需要受生命教育 需要受整个人类文明了解的 深刻的 彻底的 对生命和自然的了解的教育 就在实行